学者董立文认为 拜登政府跟中共都要避免进入新冷战 美方说法是激烈竞争不进入冲突 中共说法是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拜协会三大重点 第一 确定美中关系的定位 第二 确立可以合作领域 例如气候变迁 对抗疫情 第三 是没有扶上台面的关税议题 估计美方后续可能降低对中关税 白宫国安会资深官员 在会后向媒体背景说明提到 会中完全没有谈到北京冬季奥运 拜登强调中方履行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承诺的重要性 但中方对此有不同看法 其他的议题包括台湾 香港 新疆 人权等等 那个都是走过场的议题 就是各说各话 也不是真正的双方要谈的事情 学者赖宜中向中央社表示 中方对管控分歧的定义 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但对美方而言 当中方的核心利益 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时 竞争无法避免 中共央视等官方媒体说法 声称拜登表示愿明确重申 所谓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所谓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过白宫新闻稿并没有相关表述 如果说他真的是这样子说的话 就是说有对中共做这样的承诺的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 这个是拜登政府的败笔 可能会违背到他过去 就是说他过去的定义 就是现在是全球最重大的问题 是民主跟专制的对抗 不过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7号表态不寻求改变中共的说法 外界有多种解读走向 董利文认为还需要继续观察 而白宫还表示拜登坚决反对任一方 片面改变台海两岸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中共官媒声称所谓拜登表示不支持台独 但在白宫新闻稿没有提到 白宫国安会自身官员表示 美国在不同时间点已经重申过此观点 美国政策没有改变 中华民国外交部16号傍晚就涉及台湾部分表示 中共官媒在双边会议后刻意误导 错误诠释其他国家的发言或立场 已属于惯犯在国际间有失诚信 美方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台方 注意中方可能擅自过度诠释美中对话内容的情形 美方强调有关拜习视讯会议的结果 请各界以美方说明为主 新唐人雅帖电视黄粮简帐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